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香港武術联会议员副师傅 马甘老珠 很高兴 谢谢大家 而且今年我们第一年 是开演第一晚 所以很感谢师傅 今晚有很多高兴工作 有很多武林志愿 颜达和会长 我们的武林泰斗也有很多在这里 所以麦太和博会长非常高兴 多谢博会议员 今晚这个人 师傅很出品 在白前正中 很厉害 谢谢 其实师傅也不用我介绍 因为香港已经享有成名 而且在YouTube上非常多浪漫 之外没有看过 但郑师傅也没有很多册 因为我也是她的支持人 我常常看到 郑师傅今天很厉害的功夫 真是真功夫 郑师傅就是全球法技武術总会的主席 第二位的揭答是潘成达 师傅 全球法技武術总会的副主席 第三位的揭答是河修瑞明师傅 全球法技武術总会的副主席 第三位的揭答是河修瑞明师傅 一个是河修瑞明师傅 新闻各会 三国女士 本集五分合系 学系武術总会的副主席 第二位是河修师傅 教学阅低影师傅 還有白玉總會的監督 真是很高的 多謝世人 還有我講一講 今晚這個節目是非常豐富的 副主講者就是鄭偉師傅 傳透白玉本船總會主席 內容是講的史源流透露示範 和這個問答 好期待後大家好好欣賞 今晚一定有個很愉快的漫長 現在請我們任務長鄭偉師傅 來討論這次 大家好 我第一次問我這麼多前輩老師 其實這麼多老師在上面 有幾個名字 陳偉師 張師傅 陳偉師傅 久不久之後 在這個時候我最後才見到 但其實白玉的歷史很激烈 他提起之前 我其中白玉的外國當時 那女子答了個 她說白玉的歷史 白玉的歷史 白玉的歷史 其實這個白玉的歷史很激烈 我只想聽到白玉的歷史 但今次的陣營 白玉的歷史 真是很激烈 陳偉師傅 他不在這個上 我幾個人不在 他這樣也會做 OK 所以我不想大家 今天能夠欣賞到 白玉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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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意術 即是可以說完功夫的人 全話 是某我們的歷史 多謝大家 好多謝關志臣副會長 好多謝各位武林前輩 我們的同門 無論是武術的或者不是武術的 來臨者 我們都非常多謝和歡迎各位 好了 我們開始我們今天的節目 首先有請我們的會長 張偉生先生 替我們致開幕前 各位武術的朋友 各位嘉賓 各位白玉的嘉賓 各位白玉的同門 你們好 首先感謝你們 為了白玉的歷史 特朗普時代 專門今晚的武術 聚會 不聚會的協辦 白玉政宗 都示範和表演的晚會 會想過在那十年裏面 由鄭偉業主席 帶領我們全球白玉武術 總會的唐人 在武術界發光發亮 軍會亦佈滿一個全球 他的全球 又有一個尊崇的地位 和一個聖節 今晚的宗旨推廣白玉政宗的目的是 因為在外相傳的全城上 在外面有加多或減少 白玉政宗 其他全球發亮 不一樣的 從任何方面 特朗普遍及刑法 及其他全球 特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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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她的形式 攝影响 多謝各位 接下來有請 岑煉明副主席 幫我們介紹 白玉派源流 各位 各位嘉賓 各位白玉取空 我們先來說白玉派的 事發媒派的原來歷史 揹入將天使和明智宗師說出來 話說,武漲之國仇將軍日照自下 必有少人的惡化為真 存在這個武術 而其他的弟子中有五位最出色的 我已經解釋了一次 看字也好,小說也好 我之隊分明五回 法律、智善、紅杜丹和玉琳 以法學法律學成後 在和平山再修讀 以後將武術手傳 手傳由黨衛禪師 由黨衛禪師再傳給祝法文禪師 由祝法文禪師再傳給張禮子 而將體制中資 是法律派的第四代中資 他新年1882年 是稱活江水田八年 終年1964年 是一年八十五上 總統在馬避為人間變成 他切身一於毛鶴帝家 其真早活張耀堂 是稱威武將軍 大牌歇夫 在簽證裏面 苦盡的官員是義品 為此以做兵 是訪力協軍務的人 而將體制中資 身上已經開始掌握了 從小一上開始 曾擺三個師傅 第一位師傅 就是林石 是劉文交的 第二位是李蒙 李家的 第三位是林阿俠 林阿俠 是港東王學生 大陸上台 農前大師的 高雄 是一個動體 在庶塞東方 權政外 經方達哥 外攻打造法 遁述逆數 和戰打的專方 將此日生從事補學 在機閣中 快速發文和同節 確實監獲法 並覺得這排非常萬法 非常萬法 以前專心建議 以身為法律 太前人為他 除了學的三位師傅 最重要是黃金的 選其所前 最好保護術 在教堂裡 那邊有個招聲 大身 手 腰 馬 發言方面 真以法律平的機會 聯備 加以實況的改良 好 多謝 多謝大臣副主席 接下來有請 鄭偉余之敵 為我們介紹 白眉派的歷史 大家好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 張禮轉 是白眉派的 還有黃耀偉 是龍眉派的 林靖堂是國家的 師交神督 且到東超 被武術派 稱他為東方三府 張禮轉在1929年3月份 建議邀遇到當時的廣東省主席 李濟森創辦的兩港國術館 丹林武術教師 管治一次廣州市的東考場 他前來的時間 遭遇了古建築 但兩港 是廣東和廣西 特別是廣東的武術 發展腳 起了很大的作用 張禮轉和林靖堂 和林耀偉 賴成記和黃小霞 這五個 當時被稱為 男權的 男方五虎長 在張禮轉的積極傳播下 白眉派團署在明蘭一帕 逐漸流傳分 張禮轉創極了 張禮轉智商族 和大高順 並相比全所及防暴分校的學生 結果在國民革命軍 遞島 8月19日 在1939年 在上海的宋戶戰役 英勇抗戰 1939年 抗日戰爭 在長沙戶戰 發揮一條顯著功效 廣東聯同之際 張禮轉 翻門交往 在東方一帶 擔任抗日投擊隊的武術教練 抗日戰爭結束後 他會做廣州班 廣東債的鐵部 因為他是武術教官 張禮傳有兒女六名 就指三個兒子 是一部學武的 大兒子是兵生 兒子是兵立 三兒子是兵法 而大女金珠和二女紅珠 因為當時重男輕女的骨验 以及第四個兒子 警察 亦因為練有學歷 增攤的好久就好 他沒有學歐筋 他沒有學功夫 那當中司為人 品額高尚 還沒有得 事實上訓練學會 不可以辭職 弱弱弱 形成先祖的緣分 練得功夫 手機 英雄半年不欺人 1949年 四兒子 只有一歲多的時候 就留在那間 中司 帶著三個兒子 梁景森 梁林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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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部份的弟子移居香港 以此 白衛派的老術正式在香港流傳 1964年夏天 將梁泉宣公司扔在香港 白衛派的發揚方案 始於張梁泉宣之手 至今全遍海外外 數十年間成為一大圓派 上世紀三十年代 將梁泉宣和蓉宣偉的名字 在東方已經響當當 幾乎無人不識 曾經在台山縣的港海城教卷 亦都在和布軍派的同航官 和平後在廣州安迷里 設官收入 後來在鄰居香港 在新界頂的地方收入 而且負道深蹤 可謂道理會員 1973年 白衛派成立白衛國術總會 直至2003年 結併全球白衛國術總會 樹枝之鼓臨 今天將梁泉宣徒團的努力 傳承下的白衛 第六代第七代 第八代 第九代 甚至第十代 我所知現在大陸已經有十七代 然而已發揚 發揚方案是白衛權的團記為宗旨 傳統地激情 並有所達成的發展 白衛權 正傳於廣東散越西大 銷器、混貌、佛山、廣州、新聞 和廣澳等地 更流傳到美國、英國、加拿大 俄拉、法國、新西蘭、澳洲、二民 歐洲、東南亞、各國 數十年成為一大連派 多謝鄭矩直這麼詳細的 接著下來有請 搬呈答副主席 幫我們介紹白衛公夫的特色 各位嘉賓 你好 各位同盟 大家也好 今天在這裏 就是要介紹一下白衛 好熟的特色 白衛是高馬軟橋的工夫 亦都有常朝 但常朝亦亦亦互亂發脊 又有內家的陰柔 亦有外家的當勤 手法多數是勃、爭、官 關節的轉動 走小局來發脊 通常是會物手中線 亦都會由兩邊小門進去攻擊 我們的手法很多時候 是要乘爭、浪磅 要求六徑後一 法媚的權術是 包含了陰陽、三爺、四腰、六徑、八怪 我們通常用的高馬都是三角馬 亦都有邪意至拳龍馬、正義至拳龍馬 六、二、三,四腰、三、四,吞布 發飾、一、三鴨、四十 Bro 吐時吸氣,陸勁指手腳腰肚膊脖頸 發現時間我們要求是陸勁合一 最好將文九的勁度加起來打落一點 是弓也去到弓那一頁,手也去到手那一頁 法法其實白衛的功夫是不止法法 但我們一般方便講的法法 那是邊幹環狀但索潑衝 多謝各位 好多謝 其實呢,只是講給我們聽法法 其實我們是否所有觀眾 我們其實不知是甚麼 不如我們請我們的鄭偉瑜副主席 去講給我們聽 鄭偉瑜副主席 不好意思 潘成達副主席去示範給我們看看好不好 好 好 最後請鄭偉瑜副主席 和潘成達副主席 好 好 讓我問我首先 帶走這個 我买法是潘亭副主席 八卦之中的哪个眼镜 先示范一下八卦的变 变的招式是什么招式 刮 一条是刮 刮 卖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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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交換一下介紹一下 由鄭主席去做示範 那潘副主席去解釋 我們要去解釋 測試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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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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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很多謝 日體的示範和演示 好了 接下來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白眉的源流和歷史特色和示範過了 我們開始一些暴露示範好嗎各位 好 請李二郭直播 李二郭師傅請你準備 葉宣強 李二郭準備示範 李二郭師傅所表現的套權是直播權 直播權是我們基礎的權法來的 在我們白眉來說 我們要知道 各 每一位行員都要 首先去學這個基本權 他的表面 耳吞浮藏 練功權的人 所以任何一個白眉弟子 其實都不會不練這套權 而且是終身去學習的權 跟著我們 我們有請 嚴少勤師傅 和他的徒弟 去示範 究竟怎樣去形容 好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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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在直部裏練功 然後我們把直部裏面的手法 我們可以獨立獨立的練 其中一個就是標題天才 然後轉馬 然後國長 OK 你一個在這邊 我們如果拆散直部慢慢練 我們怎樣練呢 好 首先我們走一個馬 相回著 標指 戰除 OK 然後 蓋手衝脫 好了 然後 穿手擴掌 好了 踏橫 除了我們背肩 索 上步標指 落手戰除 蓋手衝脫 又是 穿 衝拳 突橫 一步 背夾 索 好了 然後你們自己做一組 做多一組 我們透過這個直部 省來練 我們每個動態 知道 每個動作 例如我們標指裏面的 升 OK 然後我們戰除 落床 回橋 索 我們透過直部 我們練功 練馬 法力 腰脊 法力 接著到 拼 我們一上步的時候 標指 我們彈 彈一隻上去 落 戰除 回橋 標指 戰除 回橋 就是我們練 重不重拳 和 吞吐浮沉 除了我們的呼吸 我們的體型 都要配合它 否則 一打完 就扯了蝦 這套功 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在直部 練呼吸 和你的手的協調 一定要一致 和同步法力 OK 另外一個練法 另外一個練法 另一個練法 就是練橋手 練 回橋手 不是這樣搓後 我們大約多少度 三十度角 至四十五度之內 索過來 落千尋 我們練的時候 然後呢 即是 我們要裝它去練裝 如果沒有 我們找人練 定住的時候 回橋 就這樣回下去 斬除 就在這裡落 回橋 斬除 標指 斬除 好 我們示範一下 你們去 OK 落 回橋先 OK 回橋 中間 對 一鎖 斬除 落 標指 我們練的時候 除了 內門手 在裡面練 我們也可以在出電 在這邊回 回到這裡 斬除 斬除 你落的時候 一定要套身出去 否則 你這樣打 沒有用 所以 為什麼我們經常要很注重 直部 功效 功法 配合 腰身馬 好了 接著 到我們 年紀 輕的 我們可以 出盡力 好了 如果年紀大一點 想練馬 怎麼辦呢 我們去另一個存在去練 好 好 好了 我們試試 這個 年紀稍大一點 問題是我們不是死出來去的 我們地門的功法去練 練呼吸 起碼我們做的時候 加大我們的肺活量 還有把我們的氣 全部在五重六虎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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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住心之が 我們的氣 盡量去片 多 automatic 對方 吐蠻蠻蠻蠻蠻蠻蠻 去下回去 Toyota 之後 通過我們的呼吸 标子 慢慢落转床 就可以将人的脊 重新激活 如何激活呢 我们做的时候会这样 标子的时候 我们弹腰 落的时候我们沉 跟着就放松 再收回来 透过这个动作 例如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家 韩背 韩胜 我们透过一个直步练功 男女老少都可以练 你可以激活我们里面的 中书神经 手的血条 肺的活量 再做多次 标子 落 沉 再起 落 再做多次 标子 箭裙 起 落 我们尽量将意识 放一条脊柱 OK 好 好 谢谢 好 现在我们再做 做多个练习 谢谢 就是散手 做多一次散手 OK 我们再看散手 好 多谢 陈师傅 好 透过我们在直步练功之后 我们的白眉里面有很多套路 十指 九步推 英爪念桥 摩桥 满腹出林 问题是我们练功之后 激活我们白眉里面的功法 边角弯撞弹 索盆冲 好了 然后我们慢慢做两把手出来 第一个呢 就是十指里面的手 等一会才可以 很快 第一次对方队打起来 一打我们可以 通刺 然后撞刺 我们可以这样掛锤 我们可以掛锤 不掛锤 就这样 OK 就是我们平时 做那一下动作 OK 一落 二 三 上前一步的 我们可以包 OK 贴起来的 贴起来的 我可以撞 OK 还有一下就是我们 我们来身贴打 就落 刚好就在前面 这些动作 好 谢谢 非常欣赏 杀成师傅 白眠 没有再多得了很多年 清晨后落 推前落 我们再次多谢杀成师傅 接下来我们有请杀成师傅 去我们演示 九步区 请不吝点赞 和囚的背後 盡方是以得出囚物手法 連環攻擊敵人 防守的時候 就從輕游射力的手法來消解 這就是白衛派以供為首的權術 也是白衛派牧途一定會去絕對權術 接著我們有請陳俠濤師傅 為我們演示十字卷 很多人叫來是初級的套權 其實是異懂異勇 但是流聲的 你看這個中環的城 揍手就打 出手的時候 講求金揚牽證 每於碰倒敵人的拳手的時候 扣樓就打過去 所以整套的拳是為了較多的拳手 以及牽涉的功勢 以及牽涉的功勢 因為牽涉的爭狀 下下非常有力 所以每一步 每一步都以為是初級的套權 都非常有力 非常有力 接著我們要請抗初男師傅 為我們示範兩段十字卷 以及一個應用 怎麼樣 誰 養肚子 我剛才在玩幾下 难道zejñooische 剛才分享了十字卷 有紀後 和志俐 我一開局,就要鷹爪拖,打全身子 鷹爪拖主要是浪人的直循 浪人,我拖著他,拖離他過來 拖離他過來的人,就已經飛進來了 我一說全身子打他,打他 然後有一個分尾的時間 對右手、左手、對彈 所以他們的衝力向前 然後包座一下 你很病啊,拍床 然後有一個手上 一個瀉巴 一個瀉巴 我再次参与你一项 好 谢谢康夕蓝师傅 接下来有请岑伟明副主席 为我们演示三末权 是的 我们各位师傅 请你们在台中间去表演 会漂亮很多的你拍得 三末权 包含有抽打 装打 闪打 放打 逼打 手马非常灵活 春吹非常迅速 除了攻敌人的正面之外 亦多抽打敌人两边 演练起来好似川花蝴蝶 清瓶点水 其实每招待机之法 一招不守 就会连环地进击 所以权法是非常灵活和迅速的 好 多谢陈伟明副主席 好 多谢陈伟明副主席 接下来有请庶祥师傅 为我们演示英酒联谍 为我们团中 好 多谢陈伟明副主席 庶祠 协定 以鷹爪 頭臘會以這個紅猛的攻擊 屬於搶打的功夫 他運用腰、馬、駁對白癡 而且配合調手來做很多風防的投訴 而且他的馬步無論上白鎮臺都非常靈活 所以是我們三人的中山部員的主意 因為有請郭穎超師傅為我們示範兩段鞭酒這條 還有講講這張鞭酒 各位 哈囉 各位 這個白癡派的煙斬鞭酒 最重點就是在馬步身形吞吐步層 每一下動作要完全發揮到那個動作出來 現在我要示範一下給各位了解一下 他的轉勁和爆炸力是很濕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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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超師傅 接下來有請我們白癡的女將 劉貴雲師傅 幫你演示四門八卦 四五八卦 基本上是我们白尾 很多部队的精彩 无论跳手 上马 退马 他都是较为灵活 其实他可以择所有套血的一生 没看着刘师傅的女将 他绝对不会输出给其他男士 豪雅 请兴奏 调牟 调牟 并和 奥通博國成本會 接下來有請林錦勤師傅 為我們示範十八波條 十八波條 很可能都知道 這是百威派的高級作出 它的特色 其實是特色的環境光柔驅實 其中招式真實變化無果 是尚盛的功夫 它有防守性的飄人殺團表現 所以特色百威也非常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請 潘成達師傅 為我們演示範圍鼓出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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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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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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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